共修受念时,能够致诚恳切,发生正确,就有国量的福报。 所谓人有诚心,佛有感应,借由共修,每个人的信念一致,就能产生感通的作用。 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修这个福报,修功德,再能够帮助那些众生。 你自己没有修到的话,那就没办法帮助那些你自己想要帮助的人。 所以我这一次来到我们学会的所有的信徒们,有一个特别的要求, 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来保命三家众眼法会, 但是呢,希望每个人都禁止来这个地方。 就是他个人自己来,自己拜佛,自己诵经,经往佛法,然后共生,经手做的。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你感应到你自己修的福报。 我们每个人都会非常虔诚地在佛堂里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 你的心里会非常欢喜。 比如说,你拜佛的时候,心里很欢喜。 你拜诸仙的时候,心里很欢喜。 供佛的时候,你心里会欢喜。 供神的时候,你心里会很开心。 所以佛教里说,一个人能够充满了内心的那种欢喜, 这就是功德。 这就是可以得到补报的功德。 功德就是内心的欢喜。 同样一件事情,只要发心正确,发心广大,就有无量的补报。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。